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在古圣先贤教育里面 家庭结婚生子 夫妇相敬如宾 他都是有节度的 绝对不敢放任纵欲 跟现在社会不一样 所以他家庭和睦 家庭有秩序 古人夫妇相敬如宾 互相尊重 相亲相爱 互助合作 一生都不改变 什么原因 古人从小就有家庭教育 知道善恶 知道因果 现在人不知道善恶 不相信因果 他胡作妄卫 放任纵欲 所以夫妻不合 家庭破裂 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儿童从出生到六 七岁 接受的是父母的教育 这个教育是根 今天再好的老师都莫有办法教学生 为什么 根莫有了 父母 尊长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要给家里面的儿童做好榜样 小孩 小孩每天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熏陶 他在这里扎根了 一生都不会改变 所谓少成弱天性 习惯成自然 从小熏羞的 小孩 一生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会变得 都不会改变 你那时候 都不会改变 我会变得 我会变得 优优独播剧场 之后 能预定 做好 你 那时候 我会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